世界華人工商婦女氣管協會 在總會長陳千惠帶領下 到縣政府捐贈實床電動護理床 縣長林明貞與受政單位 草屯療養院院長藍作弘代表接受 並致政感謝狀 感謝這群來自海內外優秀的工商婦女們的愛心 捐贈護理床讓縣內更多病患受惠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氣管協會一行人 由陳千惠總會長帶領下 柯渡創會總會長 世郭榮譽總會長 純寧會副總會長 徐孟宇副總會長 林青青國際事務顧問 謝秀敏副執行長等七位 加上南投縣世界華人工商婦女氣管協會 會長李秀跳協同代表團 共有16位軍政者代表出席 我們真的看到照護人員的辛苦 他們沒有這個電動床 要去照護這些長輩的時候 常常有一些職業傷害 還有我們的長輩沒有電動床 他們也很不自在 沒有辦法行動自如 特地來建築我們醫療電動床 實床 替我們長輩的療養院來使用 縣長代表我們所有的縣民 向我們世華工商婦女協會 表示謝意 縣長林明珍表示 感謝世華姐妹發揮大愛募集資金 購買電動醫療護理床 送給全台各醫療照護院所 熱心工藝精神令人欽佩 衛福部草療藍院長表示 護理之家著名多為高齡市能長輩 醫療床不但能夠改善著名居住環境 也降低醫護人員的照顧負擔 像起床或是說躺下來的時候 也比較不會有跌倒的一個風險 所以對這些老人家的照顧來講 其實兼具的就是我們講說 有體貼跟病人安全的一個考量 電動醫療床對病人來講 給他們睡在電動醫療場方便 這個比較舒適 同時在使用上更方便 所以這種愛心我們非常感謝 民心黨說 很榮幸能夠接受到這份愛心 僅代表南投縣民謝謝這群愛心天使 提升照護品質與軟硬體設施 讓更多患者或是長輩 都能夠受到更舒適的照護 記者曾公佑 南投市採訪報導